如何将家中旧衣服变成有用的生活小物 新北市淡水区沙伦里 过去每个月都会在里内举办许多大大小小的课程 而其中一堂课程就是裁缝课程 里长说运用里内的黄金支收站都会收到许多的旧衣服 将这些废弃不穿的衣裤经过志工及里长的巧手创意之下 变成许多的生活小物及包包 不仅是赋予旧衣服新生命 还可以贩卖将所得的六成捐出做工艺 让沙伦里的环境永续更加的有工艺爱心 我们每个礼拜在做黄金支收的时候 我们的志工会从旧衣里面去挑哪些材质的衣服 或是牛仔裤可以来做再利用 他们就会做成这样子收纳袋这样子 然后这个线也都是真的就是很环保 都是从各个地方不同地方去捡起来的这样子 对 然后会做铅笔盒这种 都是在利用的 里长说当初收到这么多的旧衣服时 就想到集合志工 将有些人家中摆放许久的裁缝机及烤课机等设备 搬到教室旁边 经过大家的巧思及创意 将旧衣的口袋配件都拆开来 也将大型可以用的布料剪裁重新整理分类完成之后 再将这些布料组合缝制成包包 零钱袋 手机袋 铅笔盒等生活小物 这就是原本是一件裤子 他们就会剪 他们就会把它剪 可能像这个是不是他们想要做一个替代之类的 对 就是自己会去想创意 然后像这个口袋他们都会剪下来 不同裤子的口袋 因为这些口袋可能到时候做成的包包 可以去做一个点缀 像这一件就比较特别是 它上面这个花并不是它这个裤子本身的 这朵花是可能别件裤子 或是别件衣服身上的花 然后他们就会从上面剪裁下来 然后去占别件衣服在上做利用 去点缀 让这个包看起来更不一样这样 里长表示 过去有许多的环保回收 或者是在就衣回收箱里面 总会有大量的就衣服 而这些不少衣物的布料品质都相当精美 因此透过课程还有志工们的创意发想 将就衣剪裁之后 拼刃成为拼布包包 围裙 还有小铃钱包 手机字纳包等 有很多小小创作品 加上里内有举办二手市集 经过贩售后的所得 更将六成捐出给玉城基金会 回馈社会福利 形成环保兼顾友善循环 更改造更多的就衣回收衣服 发挥更多的用途 同时也减少衣物废弃物的产生 记者曲端英淡水采访报道 就像这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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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